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形容一件令大家都非常震撼的事情 相信很多人都会用惊天动地这个成语 这个成语的意思从字面上也很好理解 那你知道它最初是形容谁的吗 原来这个词来源于唐朝的诗人白居易 他写在李白墓中的有一句 曾有惊天动地文来赞美李白诗中丰富的想象力 和尚就要吃斋念佛不知昏 这几乎都成为我们的常识了 相信绝大多数的人们都会把鸡鸭与肉划分到昏菜的行列 其实在佛教刚传入中国的时候 和尚不但可以吃肉 还感觉如果在化缘时能够化到肉 是至高的荣耀 当时的昏菜并不是指肉 而是指的有气味的蔬菜 比如葱 姜 蒜等等 这些东西和尚是不可以吃的 他们觉得这些东西气味太大 如果在寺庙内穿插着各种味道 是很不尊重佛祖的 就这样一直到了南北朝的梁武帝时期 这个皇帝名字叫萧衍 说到这个皇帝 你也许不是很熟悉 等我说完他做得过的事情 你也许就会改变现在的想法 萧衍在当皇帝之前 礼贤下士 对人毕恭毕敬 为人豁达大度 而当皇帝之后呢 整天一身一鬼 把开国元勋 有功之成 悉数屠戮殆尽 想想这几个关键词 梁朝 姓萧 当皇帝之前宽宏大量 之后一身一鬼 还杀了这么多人 我严重怀疑 狼牙绑伤那个皇帝的原型 就是他 当然 这都是我个人的猜测 然而 这个梁武帝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 杀了这么多人之后 不知因为什么 他突然兴起了佛教 而且三天两头就往寺庙跑 一言不合就出嫁 家不可一日无主 国不可一日无君 温武大臣没有办法 只能花重金把他赎回来 请回来没多久 他又跑了回去 就这么一来二去 倒是把佛教发展了起来 在此之前 和尚不可以杀生 但是肉是可以吃的 而梁武帝信佛 已经信到了痴迷的程度 干脆下旨规定 和尚必须吃素 鸡鸭鱼肉 不得再吃 就这样啊 一直到现在 也只有中国的汉传佛教 不吃肉 好了 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去世畅谈知识多多 时间太短 下期再说 我们下期再见 中海 宇宙 多少星星在闪烁 换鲜 气象 为何要老 也要热 天地 世界 多少生命到死活 当前 世界 谁能耍得 你可多 天地 世界 回生 回生 世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